一个多月以前,正月初二到正月初四那几天 我在一个地方旅游 我从安徽的基西社县 以及浙江的千岛湖这么走了一圈 经过千岛湖的时候 有人提议我们去坐邮轮去逛一逛千岛湖 问我去不去 我说我绝对不去 因为在到千岛湖之前 在一个隧道里面 我刚好遇到了一场隧道火灾 那么千岛湖如果让我去坐邮轮 我就会想起三十年以前 一场特别重大的一次抢劫案 就是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 那次抢劫案不仅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也成为大陆和台湾关系的一个风水里 这次我到台湾 我又想起我在千岛湖 不坐邮轮的这个经历 我又去找了一下 三十年以前当时的新闻报道 和一些资讯 所以我今天就讲一讲这件事 有些人或许已经忘记了 但是有些人肯定还记得非常清楚 千岛湖邮轮事件 发生在1994年3月31号 三个拿着猎枪的劫匪 他们坐着那种水上摩托艇 登上了 一艘叫做海瑞号的游轮 然后他们抢劫了 轮船上所有的人 并且杀死了所有的人 这艘船上 有六名大陆的船员 有两名大陆的导游 还有24名都是来自台湾的旅游团 这32个人就这样 被抢劫之后 他被三个劫匪 赶到游船的最底下的那个餐 被他们拿走了楼梯 再把它给盖上 浇上汽油 全部烧死了 他们在底舱里边 被汽油一凶就烧死了 一共32个人 这原本只是一起恶性的 一个刑事案件 但是由于处理不好 极大的影响了两岸关系 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说 这些人是因为火灾事故 而死亡的 台湾来的那些家属 他们不相信 对这个情况 完全不像正常的火灾事故 如果是火灾事故 怎么可能没有人 跳到盆里面去逃生 即便普通的游客 水性不够好 但是船上的船员 那六个人 各个精通游泳 连他们都没有逃生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相信 这是一期普通的火灾事故 当这些台湾的家属 到了现场 要去看现场的时候 又遇到了问题 首先是那个船上 不许接近 不许人上去拍照 武警 很多人把那个船 射了三道防线 不许任何人靠近 取证拍照 第二个问题是 死难者的遗体 被放在边上仓库里边 但是遗体不允许 他们运回台湾去 那时候负责处理 这个事情的人 是浙江省副省长 刘希荣 刘希荣跟台湾的家属 商讨论的时候 他只提出三种方案 三选一 第一种方案 这些死难者的尸体 就在当地土葬 第二种方案 如果你想带回去的话 他们必须就地火葬 然后你可以把骨灰 带到台湾去 第三种 尸体先冷冻起来 但是也不允许 移到台湾 所以 这就让一些台湾来的家属 非常不满意 他们觉得 在事情未必了之前 他们是有权利 把自己亲人的尸体 带回到台湾去的 但是 刘希荣表示 坚决不可以 谭胖陷入监局 然后刘希荣 凤然起身说 跟你们这些家属 没什么好讨论的 就这么离开了 所以呢 很多台湾人表示 说刘希荣先生 当时的那种场景 让人刻骨铭心的 记在心里 刘希荣先生 也成为第一个 在台湾出名的 浙江省副省长 但是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 让台湾的家属很不满意 不仅不允许他们 带走尸体 还对他们进行了 各种监控 如果他们要离开的话 只要走出宾馆 就会有警察来盘问他们 就相当于被 软禁了监控了一样 台湾来的记者 都会受到严密的审核 而不能够进入现场 唯一有个例外的记者 叫程良 他是乔装打扮成 一个家属的样子混进去 拍下了当时现场 一些珍贵的照片 但是很多很多台湾记者 他们即便乔装打扮 也没有能力去采访 后来 这些台湾 这些亲属 他们又提出一个要求 就说尸体 我不想发的迁倒服 你们先把尸体 运到 韩州 台湾家属 集体先到上海 这样行不行 但是 也不行 最后 他们不得不 签署了一份 一份就是认可书 就说 承认这个尸体 是火灾 死难的 尸体 要在4月6号 在存安当地的 一个火战场火化 你才可以拿走 这个捕灰 这个事情 当然是很难人不满意的 因为 按照国际惯例 这是一个悬案 它根本就不像是 一个自然的火灾事故 这种悬案 人的尸体 是最重要的证据 那么在破案以前 你是不应该销毁 证据的 但是当时的浙江省的规定 也就是说省长 刘希荣提出的方案里边 就迫使大家 把这个尸体给毁掉了 就这群台湾家属 他们回到台湾以后 一到中正机场那边 就表示 不能够接受 这样的结果 无论大陆怎么说 他们都不能相信 因为他觉得 这边说的话 盲嘴都是骗人的 不可信 但是这个时候呢 上路这边的发言人 他又再次强调 这就是一起火灾事故 发言人也是那么说 所以这就导致了两案之间的 很大的一个矛盾和争执 如果这个案子一直没有被破案 或许真有可能性 就会长期被当作一件火灾事故来结案了 成为一个千古遗团 但是其实中国大陆的公安机关 一直在非常努力的破案 他们在 4月2号查了这些船山的尸体之后 就已经确定 这是一切非常恶性的杀人 抢劫 中火 破坏现场 他们调查了周边大片的人群 碰熊了接近十万个人 然后就投入极大的警令 在破案 终于到了4月17号 宣布这个案子破案了 原本一直被当作是火灾案 对外宣传的 到了4月17号 忽然改口 说这是一个杀人抢劫案 案犯已经被抓捕 4月1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鹏 在答记者问的时候 也提到了千党胡问题 说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抓到了凶犯 相信能够得到依法审判 后来在审判的时候 也有一些台湾人提出疑问 说这个审判过程 太像是安排好的一场 就是说训练好的一场表演 因为三个案犯 他们都表现得口供一致 互相都彼此认罪 互相认错 对于法庭上的 高达一百多个问题 对答如流 没有什么犹豫 或者答不出来的 其中有一个案犯 还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 对着纸条在那里被答案 所以这种审判 也被很多人诟病 说这个有点不那么让人幸福 当时在审判的现场 并没有邀请死难者家属来参加 而台湾的记者也被拒绝在法庭采访 所以这个事情 虽然后来案犯被处死了 判处死刑 但是呢 依然让很多台湾人觉得非常不满意 作为最严重的后果 那就是大多数台湾人通过这个案子 他意识到一点 就是说两岸的政治体系是不一样的 两岸官员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同样出了一个案子 比如说在台湾可能是立即报道 媒体更进 不管能不能破案 但是不至于说这是一个火灾事故 但是在大陆呢 明明政府早已在拼命的努力破案 并且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一个杀人抢劫案 但是呢 对外的宣称还是说这是一节火灾事故 那么这就是大陆和台湾完全不一样的方面 刘锡荣副省长 他和台湾来的这些家属的交流态度 也让人意识到大陆官员的这种交流方式 和台湾人所期待的方式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刘锡荣先生也因此 在台湾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人 有人甚至说一辈子都会记住刘锡荣 当时在现场回答的这种神态 现在千岛湖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那么这三十年中间 可能有些人已经忘记了这件往事 但是年龄大的人 我相信他们一定还记得 因为这个案子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 当时都是特大的轰动案子 虽然双方的新闻报道内容可能是不一样 因为双方体制不一样 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官僚制度不一样 那么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 肯定也不一样 所以我今天特意 把三十年以前当时的很多新闻报道又找出来看 居然还能找到当时有些现场的一些视频 录音 法庭的审判镜头 还能找到一些台湾家属 站在宾馆外面高行我要回家 这样的一个呐喊声 还有当时那些台湾人回到台湾以后 把家属的照片和那些尸体的照片对照 摆出来的那个场景 这些以前非常珍贵的历史镜头 在现代的互联网上都还能找到 我也看了当时两边的电视台的各种采访 各种回答 电视新闻的播音员的报道 有大陆这边的报道 也有台湾这边的报道 当然台湾新闻媒体对这个事情的报道 比大陆媒体要多很多很多 各种细节各种过程都有详尽的报道 而中国这边的新闻报道 它省略了很多具体的过程 尤其是台湾家属的不满 和当时台湾家属的看议 这些细节问题 他们都没有报道 在后来的这么多时间里面 美国几年都会有人提起这件晚事 包括中国的一些新闻媒体 和一些网站上的一些写手 但是他们通常不会过分强调 这个事情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而台湾的媒体报道 和后来的各种评论 都会非常强调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让越来越多的台湾人 意识到两岸之间的差距 这种差距可能是 很难很难能够达到彼此认同的程度 也有人说当年的李登辉总统 他竞选的时候 就用这个事情打作文章 不管怎么样 反正这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事情以后 那么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 越来越少 希望统一的台湾人的比例 也开始越来越少 所以那时候 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么处理 他们是不是意识到 这么处理当然了的后果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什么 可以找得到的资料 因为这是他们内部的决策 但是呢 刘新荣先生 后来他并没有因此去撤职 或者辞职 他反而是一路高升 从副省长一直升到 中央的纪委的一个领导 那么可见 当时他这么做 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错误 好了 我今天讲了那么多 就是回顾一下 三十年以前的千岛湖 惨案 在这以后那么多年 很少再发生这样大的惨案 现在如果在中国发生某些案子 那么第一件事情 可能是很多警察封锁现场 不让记者来采访 比如说前几天 发生一起特大的爆炸案 不仅普通的记者不让采访 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都被驱逐出去了 第二件事情 可能就是在网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商调 大家的评论啊 帖子啊之类的 甚至有可能会去找一些 发布一些猜测性的谣言的人 会找他们的麻烦 所以呢 由于这样的情况 现在很多中国人 对于官方的媒体的报道 是没有信任感的 而这种没有信任感呢 也带来很多额外的副作用 有一个名词叫做塔西陀陷阱 当一个人他说话没人信的时候 那么无论他说真话假话 别人都已经不信了 那么中国的很多媒体 现在就是陷于这种状况 无论他们报道的内容 是真的假的 那么在民间都会很难相信 那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网上的各种信息 你更是分不清真真假假 因为官媒的内容 大家不给相信 民间会有各种个案的人 他们觉得自己是破案高手 会构思出各种故事 虽然会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但是可能即便经过很多年以后 很多疑案依然是疑案 因为各种猜测出来的故事 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而官方发布的一些结论 即便有充分的证据 可是民间也已经不相信了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还要维持多久 反正感觉从当年的千岛湖事件 一直到现在三十年过去了 那中国民间对于官方媒体的 报道的信任度 一直没有改变 或者说始终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